多數人說到鳥居 都會想到清幽的日本神社 日人視為通往神界的入口 台灣也有 就在民國86年 現在228公園附近 有900多戶違建 疑似土地開發利益 被人蓄意縱火 是否用怪手大力拆除 才發現 鳥居和違章建築共存的半個世紀 底下甚至還買一個棺材 原來這是葬在台灣 唯一任日本總督 明石元二郎 巨大的火焰燃燒 消防局趕緊滅火 警方逮捕縱火男子 致生民國86年 台北市要蓋14、15號公園 進行違建後拆除 瓦土機一聲令下 拆掉了966戶的防射 但怎麼眼前出現一個日本鳥居 仔細一看是日治時期 台灣第七院總督 明石元二郎的臨近 食材從日本來的 從那個日本的那個 鋼山縣 易建進 石頭那邊吃完的 蠻有名的石頭一過來的 總工程會是 大概是 兩萬四千六左右 大概一兩年就買一包米 那時候可能蠻難大的數字 棺木是以塊木材質製作 墓園占地230坪 相當氣派宏偉 要不是拆圍建 也難以虧見弟弟 怎麼會有墳墓 原來他是日熱戰爭的名將 明石元二郎 因為戰功顯赫 被派到台灣跟總督 他在短短一年三個月的任內 推動興建日月潭水利發電廠 鋪設縱灌鐵路 對台灣頗有貢獻 也因為施政理念偏向台灣 才引起日本朝野的責難 明石還不惜回到日本溝通 不料回到台灣後 因為過度勞累感染肺炎 原本病情一度好轉 日本政府照他回國休養 卻不幸病逝在日本福岡 年僅56歲 他認為說台灣 台灣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所以甘願說 把那個遺害 那個埋在那個台灣 他因為愛台灣嘛 所以認為台灣是很好 所以認為台灣 家屬遵照他的遺願 願於死後成為護國之魂 或證護吳台銘 將遺體送到台灣 以國葬的規格安葬 他是日治時期 19位總督當中 唯一一位埋骨葬在台灣的總督 而安葬的地點就在這 日治時期叫做三板橋 是提供給日本達官貴人 下葬的墓地 國民政府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當時都沒有什麼建材嘛 沒有什麼地方住 你就會找一個那個 14號跟15號的那個墓地 就做個圍建在那邊 老兵的房子就蓋在 明石的墓園上頭 鳥居當作防射的柱子 依稀都還可以看到 尤其留下的痕跡 墓園旁邊還蓋了一間公廁 明石元二郎可能沒想到 死後會如此弱難 他的子孫曾一度想搬遷回日本 但因為上頭蓋滿圍建而放棄 直到要興建14號公園 拆除為建 明石元二郎的墓園 才重建天日 如今公園裡還有著紀念碑文 鳥居移到228紀念公園 遺體則遷葬到三隻的基督角墓園 出發 明石元二郎 靠近年 足度 靠近年 男人